行政院日前通过法案原本交通违规祭典和检举措施 如果最高罚还新台币1200元以下的轻微违规将不在开放民众检举引发热议 陆权团体宣布23日将在立法院门口举行集会游行 去年14的交通违规祭典及民众检举措施 上路后虽有成效改善道路交通安全 降低交通死亡人数 但因检举交通违规案量暴增 且严重影响职业驾驶人工作权 加上祭典制度配套尚未完善 行政院日前通过法案 未来将取消民众检举新台币1200元以下的轻微违规 引发民间团体不满 除了痛批政府交通政策、开倒退车 更宣布将会发起全台快散活动 23日将会在立法院门口进行请愿游行 希望退回法案、保障入权等五大诉求 在上周的突袭会议中 我们坚决反对 但是却还是一意孤行 要将法案在院会通过 去送交立法院 对此我们认为既然我们温和的对话 没有效果 那我们联盟只好再次走上街头 那应该是要看到 这1200块样态里面 到底是不是跟行人安全 跟道路安全息息相关的 应该要做不同程度的讨论 而不是大开后门的 把1200块以下的违规样态的民众举发 和违规记点都一并的来做取消 民众检举交通违规影响最为严重的 就属职业计程车驾驶员 由于乘客上车地点非常随机 若刚好在公车站牌 消防酸等 就有可能遭到民众检举 不过虽然取消检举制度 但台湾目前道路现况还是非常糟糕 许多司机并不是故意违规载客 特别是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发言人李维尔表示 驾驶同样支持交通临时网目标 不过目前驾驶该改变什么 以及行人该注意什么 是所有用路人应思考方向 政府及立委应确实改善用路环境安全 所以我们呼吁未来的行政院长 要责成一个政务委员 专责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协商小组 由这个政务委员负责当召集人 把台湾的交通安全改善 道路交通安全的改善 还有耗制的改善 当作是下一届行政院长第一的工作要务 最后新人宁死亡推动联盟代表说明 民众要的并不是一昧检举 不过车辆并排 机程手持电话 大车倒车无人指引等 这类会提高道路使用者危险的违规 就应该强烈加强执法 记者学风特别赛访报道